远古时期天地一体,后开天辟地有了阴阳,有了天地 有人认为天园地方是古人受到视野的局限 对于世界的一个初印象,其实并非如此 这是古人的一种哲学思想 天园是时间周而复始 地方则是地理上的方向和位置 天园地方具体就是在指代时间和空间 也是古人的时空观念 是他们的智慧以及对事物的感知能力 而空间除了四面八方之外,还有不同的维度 在对空间维度的不断探索研究中 科学家们发现了时间晶体的轮回 难道真的存在四维空间吗? 宇宙中的不同维度 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就是三维空间了 因为人类所处的生存空间就是三维空间 它有长宽高,是一个立体的空间 看起来更加生动具体 一维空间就是两点之间的一条线 它只有长度 二维空间有长度,也有宽度 比如长方形的内部都是一个印象的二维空间 像是一个平面 除此以外,还有临维空间 这个名词很多人也许闻所归闻 临维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点 在它身上不存在长宽高 不管是二维空间还是三维空间 都是从无到有,一步步被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科技进步意味着科学探索也会更进一步 当新的理论出现,就是一种全新的突破 也许最开始并不为人所理解和接受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质疑和不解也会慢慢变少 当三维空间出现后 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怀疑宇宙还有其他维度 是否还存在四维空间呢? 四维空间不仅是普通人所好奇的 也是科学家研究的重要方向 我们生活在三维的空间 研究一个更高的维度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不可知的 随着科学家们的研究 四维空间终于有了一点点雏形 据推测,四维空间的时间随时都在变化 不像三维空间那样是线性流逝的 除此之外,四维空间的真实模样 还没有相关的确切说法 更多的是不同的猜测和想象 时间晶体的发现 正是因为四维空间存在很多的争议 科学家们才会不断地去进行验证 只有科学带来的新发现才是最有利的说法 十年前,一位麻省理工学校的物理学家 提出时间晶体的说法 听着名字都觉得不可思议 时间和晶体两个仿佛不相关的东西 居然能够联系在一起 这个物质的奇特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 时间晶体不是可以支持穿越时空的一个东西 而是一种证明不同维度空间的东西 当它首次被提出来的时候 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化物体 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创造出来 直到2016年 让人不可思议的时间晶体真的研发并且做出来了 这个消息无意让不少科学家振奋 物理学家诺曼的团队做出了时间晶体 他们将天线和泼墨合金材料进行连接 形成了一个可以产生震荡的磁场 根据研究发现 运动的磁阵子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图案 而且没有重复 也真是这个发现让科学家意识到 晶体内部有不断轮回的粒子 正是通过这个方法 科学家团队得以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时间晶体 时间晶体中有轮回 时间晶体和我们平常了解晶体存在完全不同的结构 它不仅不是三维结构 而且内部的粒子结构也一直在发生着周期性的变化 意味着时间晶体属于四维晶体 也就是说 四维空间是存在的 这种变化对于时间空间都不会产生影响 但它向轮回的模式周而复始 这种发现让研究人员欣喜若狂 因为时间晶体是证明四维空间不可缺少的存在 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晶体可以为一些高精度的研究做贡献 时间晶体内部产生轮回 相当于除了长宽高之外 时间本身也包含在晶体之中了 这样一个无法掌控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有些千差万别 时间晶体的成功研制 也从侧面反映了四维空间是真的 试想一下 如果生命在一个可以轮回的空间生存 这将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同时也将改变人类对于时空的认知 时间晶体到底有什么作用 时间晶体的出现让人类得以发现原子可以轮回 但要物尽其用 很多人开始研究时间晶体的用途 它拥有普通晶体所没有的特性 未来将会更多的作用于不用的行业和产业中 就物理学而言 它是一种突破 从材料学来看 它同样是一次破天荒的发现 如果真的可以利用时间晶体压缩时间和空间 人类可以去往很遥远的地方 普通人到星球上旅行不再是说说而已 这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可否认的是 时间晶体的应用在未来会是改变世界的重要材料 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 关于时间晶体应用于计算机领域的说法不绝于耳 这也为不少研究人员指明了一个方向 虽然现在关于时间晶体的用途还是一个初期的研究阶段 但凡事都有第一步 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迈出第一步 时间晶体是一种连续性的周期运动 关于它的神秘之处会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点点的展现出来 当时间被锁在思维空间 生命没有了起点和终点 没有终点的轮回世界会有多神奇呢 每当感觉到一件事情色曾相识的时候 有人会说难道真的有平行世界 思维空间也许就是如此 时间终而复始 让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人不知所措 即使真的有思维空间 关于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活在当下是最后的选择